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文本一出的第三个属性 那么第三个属性是什么呢 是Text Overflow 那么Text Overflow它是用来规定 当文本一出包含元素时发生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Text Overflow 那么我这边依然新建议的 好保存 那么这是我们第三个Text Overflow Text Overflow我们要用到它 那么才能做到我们刚才想要的效果 那么我这里依然是DIV ClassVox 然后我在ClassVox里面 给它装这么长一段话 装这么长一段话 把这整一段话给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里 Style 依然是Style Type Test写-CSS 然后内部样式表 给我们的Vox写样式宽度 我这里写上600px 然后不用高度 只要给它Border Border1px 请号000 solid 好我们来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预览一下 我们浏览器里面预览一下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Border 一个不是Border DIV 那么DIV的话 因为文字很长 它到我们的边界以后就换行了 换行以后在这来看一下 我们的Text Overflow 你要有效果 光是写它这个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光是要写它这一个Text Overflow 是没有办法产生我们想要的 就是说后面出来省略号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需要做到哪几点呢 我们要有宽度 要刚才讲的Whitespace 要怎么样 No Warper 然后Overflow要Hidden 然后在Text Overflow 然后选择相应的一个属性 才能达到效果 那么来看一下 宽度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写一个叫 WhitespaceNo Warper WhitespaceNo Warper是怎么样 强制我们的文本在一行内显示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文本抄出去了 抄出去之后 你再给它写上 Overflow什么呀 Hidden OverflowHidden 就是一出文本会给你怎么样 解断掉 你看现在新成的成字 是不是只有一半呀 因为我们后面一半抄出去 抄出去的部分 就全都被我OverflowHidden 你怎么样 才切掉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写个什么属性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TextOverflow TextOverflow 大家刚才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值 一个叫Clip 一个叫LPCS 那么Clip和LPCS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如果想要 我们出来省略号的 这个效果的话呀 就不能用Clip 你用Clip的话 它依然还是维持这样的效果 你看 才切掉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需要用哪一个属性呢 应该是用这个值 LPC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LPCS E-L-L-I-P-S-R-S 好 LPCS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不光截断掉 而且后面还出了省略号呀 那么这就是我们文本一出 要做到的效果 通过刚才讲的这些属性 一起做到的那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省略号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ULD里面 无序列表里面来看看效果 那么我们写一个无序列表 ULD ULD里面 好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 给复制到这里 然后LIN呢 多复制几行 LIN多复制几行 1 2 3 4 5 5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页面里面呀 就有这样的列表 就有个这样的列表 我希望呢 它有一定的宽度以后 文字超出去的部分 就不显示 那么我给我的UL 写个名字 叫ClassUU ClassUU之后 那么我们 这个其实很简单 LIN 我们要达到刚才那个效果 我刚才已经说了需要什么呀 宽度 然后我给它设定300TX 刀度呢 不需要 然后呢 Whitespace NoWorker Whitespace NoWorker Overflow什么 Hidden Overflow hidden之后 我们还有个什么 TX 因为这个打不出来 我直接从这里复制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列表 超过300像素的宽度以外的内容被裁切掉 并且出来了省略号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我们前面的那个列表符号也不见了呀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在讲我们的列表属性的时候 给大家看过 我们的Ulle到底是怎样一个结构 我们的Ulle列表符号是在哪里呀 Li的外面 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这里有一个什么 Overflow hidden 那么所有在Li外面的东西 是不是都会被它怎么样啊 采切掉 并且隐藏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列表符号呀 你是不是就看不见 那么这时候就能用到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个 List style position什么 Inside 利用这个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List style type这里的默认的列表符号 有什么缺点呀 在各大浏览器下面长得都不一样吧 那么很影响我们一整个页面效果 那么当时我给大家怎么讲 我们List style type用的很少 List style什么 Inmage也不太用 因为Inmage用了以后 当你文字放大 你都没办法去控制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怎么用呢 我们 那么我这里教一下大家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这么用的 我这里呀 用的是List style 先把我所有的这个给删掉 删掉之后我用什么 Background的这个方式 是调用我们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之前大家看到过的一个箭头 调用进来以后 大家看看我们这边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整个里面铺满了这个箭头吧 对不对 那么问题是整个里里面铺满了这个箭头 我可以怎么办呀 我们不是有no repeat吗 你一no repea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只剩一个 然后呢 它在我们里的左上角显示 那么现在我的文字是不是盖在我的这个背景图片上面呀 我们要怎么做 想一想我们之前学过的 之前刚讲过 对不对 我们合模型里面可以有一个什么属性 pending pending做什么作用呀 就是让我们的文字和边缘中间产生一段这样的距离 它有一段填充 这段填充的但是可以透出我们下面的背景图 那么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一个例写一个pending left大约是20px 那么这时候你再看你20px以后 是不是这个文字就被它往旁边推了 然后把我们张图片录出来了呀 图片录出来之后大家会发现 还有个问题就是 它在偏上方不在我的文字的那个垂直的中间地方 对不对呀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背景图片是可以去设定位置的 怎么设定呢 让它永远都在最左边 但是垂直方向的位置用50% 那么这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文字在我的垂直方向上去中了 而且这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火壶 在IE下面都打开看一下啊 火壶和IE下面来 这是IE这是火壶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用背景图的方式来做的这个列表符号呀 在任何浏览器下面啊 它的一个到文字的距离呀 或者是它产生的效果呀 都是怎么样啊 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里也是 你看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这种的话是其实是一种最好的一个方法啊 最好的一个方法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List Style Image写图片 当你的Front Size Front Size变成48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位置 它会怎么样啊 不在我的垂直中间吧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变成48 你会发现它还是在垂直的中间位置 无论在任何浏览器下面 都在垂直中间位置 并且到文字的距离都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不用去考虑它那个什么各大浏览器 对它产生的影响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本一出 它在我们实际操作中如何做到我们想要的这些效果 就是说当我内容超出我的宽度以后 我希望截断条 然后出来点点点 然后顺便我还教了大家 怎么去使用背景图的方式 来代替我们的列表符号啊 那么今天我们的那个知识点就先讲到这里啊 那么你们结束以后 可以自己回去试着尝试一下 做一下今天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还是挺有趣的啊